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25日 中共外交部的官网清空了秦刚的一切痕迹 仿佛秦刚的足迹从未到过外交部令外界恶然 但是今天 外交部突然变脸 出人意外地恢复了秦刚在官网上的资料 令吃瓜群众感到比到游乐园坐海盗船还要更刺激 台湾的透明公开与北京的黑箱操作 在秦刚被血藏了半个月之后 有外媒向外交部发言人追问秦刚下落 汪文斌回答说健康问题 至于是什么具体的健康问题 病情如何 有没有进行治疗等等 中共官方连一个字都没有透露 早中共血藏了一个月后 7月25日 秦刚突然被中共宣布免除外交部长 但是官方没有提到原因 而且外交部的官网还删除了秦刚的所有资料 反观对岸的台湾就在7月25日的同一天 台湾政府发言人公布了蔡英文感染了新冠病毒 病情轻微 而且还披露了蔡英文的病情是怎么发现的 以及确诊后蔡英文的状况 两相对比 台湾和大陆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发布及时主动 信息透明 一个披露迟缓被动 语言不详 暗箱操作 BBC表示 这就是台湾民主制度与中共极权制度的不同 在民主制度下 台湾民众对政府高官包括首脑有知情权 他们的各种信息包括病情都是公开透明的 而在极权制度下 大陆民众对政府高官却没有任何知情权可言 他们的病情都是国家机密 更不用说其他了 一位网友说 这就是台湾政治的透明度 台湾领导人也很把百姓们的知情权放在心上 瞧瞧中共 一个外交部长几周不出现 你居然都不知道他是病了 还是出现政治问题的错误了 而且在外界的再三追问下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愣说不知道 也许是中共干的坏事太多了吧 习惯于偷偷摸摸暗箱操作 当然中共当局之所以对秦刚的健康一问三不知 很可能是他的健康其实并没有事 而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所谓健康原因不过是用来掩盖真相和搪塞舆论的借口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就更说明中共的黑箱操作有多黑了 总而言之 中共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政党组织 就如台湾前联店董事长曹星成所言 中国现在是党国 党在国上 没有国 只有党 没有国法 只有党规 是黑社会组织 没有回应好习近平 是独裁者 日经亚洲 前中国分社社长中泽科二 7月26日撰文说 中共关键人物被免职 通常是政治原因 当今时代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归结为一件事 即习近平对此如何想 中泽科二表示 一位美中关系观察人士指出 秦冬失踪可能与两个问题有关 一是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而这绝非一事 二是秦冬缺乏承担如此重要职责的经验 6月20日 美国总统拜登在加州竞选演讲中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独裁者 而且还透露习近平对间谍气球毫不知情 拜登的一番话震惊中共高层 就在拜登发表该言论的一天前 习近平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中泽科二的文章说 在会见期间 中共当局使用优行长会议桌 布林肯率领的访问团所做的位置 犹如在听习近平讲课 中共央视在晚间新闻中 播放了习近平对布林肯讲课的视频片段 拜登的独裁者言论可能是对中共的快速反击 文章表示 消息人士称 在习近平权威受到严重损害后 外交部未能对美国发起有效反击 令中共高层极为不满 独裁者言论事后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6月22日称 中共驻美大使谢峰21日通过高级官员 向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提出强烈抗议 但回应十分克制 中泽克二说 此局面之下必须有人承担责任 一些中共内部人士认为 秦刚可能是因此被挑出来承担责任 文章说 被习近平选中的秦刚不一定是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 但为何他被选中 仍然是更衣 中共外交部部长如今最大的任务是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但秦刚并不是美国问题专家 秦刚可能正在接受审查 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石板明夫也认为 是秦刚在政治上出了问题 但石板明夫也有不同于中泽克二的看法 石板明夫7月26日在脸书撰文说 凭自己多年对中共的观察 秦刚一定是在政治上出了问题才被撤职 而且现在正在接受审查 一旦中纪委调查报告出来 秦被撤除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可能性很高 还有很大概率会被送到秦城监狱 石板明夫表示 目前让比秦刚身份还要高的政治局委员王毅来 接任外交部部长非常不自然 这说明当局准备在中共外交部展开 肃清秦刚流毒的政治运动 需要一个大人物来主持才能够震得住 如2012年重庆市委书记薄欣来倒台后 其职务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任 大刀阔斧排除博派 外界会有如此之多的不同的看法和揣测 根源就在于中共的反复无常和黑箱操作 目前外交部虽然恢复了秦刚的资料 但是秦刚依然被继续血藏 秦刚是病是死 还需要大家继续挖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和分享 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更多 关于时事的深度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